凌晨天还没亮 这栋集合住宅的火灾警报 却不断作响 原来是有住户家里发生火灾 左右邻居都穿着睡衣 就赶忙下楼疏散 消防人员到场后 立刻拉起水线展开救援 出动云梯防护 要避免有人受困屋顶 不过起火点在二楼 且这户人家门窗紧闭 消防员只好破门入内搜救 顺利找到一名女住户 不过她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立刻将人台上救护车抢救 不过送医后仍然宣告不适 女住户被发现倒过家中 平常少与邻居往来 不过她饲养猫咪爱猫形象 邻居们都有印象 女住户家起火 导致被呛晕家中 发生在十号凌晨将近五点 台中市一处集合住宅 二楼客厅疑似先起火燃烧 导致浓烟从阳台窜出 碍于套房唯一的出口在阳台 导致女屋主第一时间 只能躲进杂物间 让她无法逃生 重回事故现场 发现客厅对放不少杂物 以及置物铁架 阳台还有猫龙 疑似杂物太多阻断逃生通道 原来这名女子是套房多年的租客 这回却不幸遭遇意外 不过客厅为何会起火 火雕客人员还要查个血落石出 新闻赵建林 阳琪采坊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